要算了 自己要算了 自己要算了 他是卢喜文唐市政患者 左耳听障加上弱势 陶迪学得很辛苦 你那个指法错了 那谁没有打开 没有 连陶迪的过程就是非常很困难 就我从来不会害怕 阻碍比别人多 勇气不比别人少 卢喜文学逃敌三年 努力有代价 成功考取13张街头艺人征兆 趁着音乐监奏 卢喜文还会热舞一小段 让表演更加完整 这是妈妈的巧思 孕期检查都正常 喜文出生之后 卢妈妈才知道 她是糖宝宝 很坚强 用爱和耐心克服困难 我们只有四个人吃饭 两杯米 两杯水 那个真的是挫折感很重 有时候我会 火气上来骂她 自己有时候骂到自己哭了 可是喜文她哭着眼泪 她会来摸摸我 然后跟我说妈妈 没关系没关系 我会加油 我会加油 卢喜文个性贴心又善良 梦小时大学毕业之后 当社工服务老人 老人就是喜欢我 然后我也 我就充满自信 我想要帮助妈妈 吃苦当作吃补 一首曲子 卢喜文练了几十遍也不放弃 妈妈的鼓励陪伴 带给她安全感 享受陶笛音乐 让她对人生更充满自信 谁第一名啊 喜欢 谁最厉害 喜欢